香港女演员的功夫惊人 这身筋肉谁看谁走 杨子琼 成龙都必让三分 可真不是吹的 提起功夫女星 你就会想起杨子琼 她在进入香港影圈后 就投入洪家班学习武功 凭借1985年主演的电影 《皇家师姐》一曲成名 杨子琼的功夫 在当时更是能够和成龙 里连结并排 在警察故事的幕后拍摄过程中 成龙大哥不止一次的 夸赞杨子琼的功夫是真的好 杨子琼成功地继承了 成龙不要命的拍摄风格 当时的香港保险行业 最不欢迎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成龙 另一个就是杨子琼了 对于杨子琼的功夫 许多观众都认为 她实战能力并不强 许多动作都只是设计出来的 真正厉害的其实另有其人 慧英红被称为功夫女王 她是唯一以打女身份 获得影后的演员 在电影《武侠》中 有这样一场 慧英红与真子丹的对戏 在幕后拍摄时 据说慧英红的力道没控制好 差点出手打伤了真子丹 是不是完全没有想到 慧英红居然这么强 慧英红拍打戏时 非常认真投入 最严重的时候 会打到腿骨折 膝盖裂开等等 在拍八宝骑兵时 慧英红拒绝用替身 直接从16楼跳了下去 腿马上就断了 说到慧英红的实战能力 应该能胜过杨子琼 却抵不过吊打成龙的她 郑佩佩就更厉害了 她被称为是中国第一打女 她的身手礼节 武打动作 行云流水 在电影《铁娃》中 郑佩佩有这样一场 与成龙的对戏 成龙大哥 当时扮演的是日本武士 郑佩佩直接对着成龙 拳打脚踢 打到她无法动弹 不过这只是在拍戏 论实战能力 郑佩佩绝对打不过成龙 可郑佩佩本人就不服了 在一档节目中 郑佩佩怒斥成龙 到底成龙和郑佩佩 谁才是专业人士呢 上面这些都属于 虾兵小将 他才是真正的大佬 这身肌肉 估计李小龙看了都会害怕 西斜 美智子 在电影《赌神》里 气场强过周润发 一条手臂上面 闻着霸气的花壁 当时杰哥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女的 肯定不简单 没想到还真的不简单 西斜美智子 不光是一名演员 还是一位健美运动员 福星高照中 有一场与胡慧中的对打戏份 这身肌肉估计比成龙李小龙 都还要壮士吧 你们觉得西斜美智子的肌肉 能比过他们俩吗 还有哪些功夫女性会功夫 实战能力还非常强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